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今天吃的是新疆炒米粉 然后还加了一点点自然囊进去 这边是生蚝还有扇贝 这里还有一小份腌萝卜 有点饿了我就开吃啦 然后我想先吃一块囊 它外面裹满了酱汁就是泡得很软了 里面还很有嚼劲 嗯 吃炒米粉一定要加分腦 料包里面配的鸡肉超香 我最最最喜欢炒米粉的一点 就是它的油真的特别的香 是那种菜籽油的感觉 我们这边一般用的比较多就是 花生油还有猪油自己熬的 以前我家里做包的时候 老房子后面就是给小工啊 就是烧菜的地方嘛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有几个工人 是贵州人 我的天每次我经过那边 我都很想去他们家蹭饭吃 这个油完全烧出来的菜就特别特别香 好像贵州人过生日都特别隆重 稍微有点辣 因为我怕它太辣 还加了一点醋进去 吃一个生蚝吧 好鲜喔 好鲜喔 裡面的肉还蛮多的 我刚想说我买的自然囊 放到炒米粉里面炒之后 吃不出自然味 然后我刚刚下一口就闻到很浓的自然味 嗯 嗯好好吃喔 太久没有吃了 一切要流出烂了 变萝卜 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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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背 有點冷掉了 現在是粉絲 我明天突然陰下來了 這次是粉絲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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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炒米粉還是我記憶裡的味道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吃的炒米粉就是這家的炒米粉 我是在網上種草了青江炒米粉 然後就買了一袋雞肉炒米粉 還有一袋牛肉炒米粉 寄回家 然後我有一天剛好從學校回到家裡 然後那天回到家快四五點鐘了 晚飯點了 但是我爸媽不在家 然後我就想 哦 前幾天我的炒米粉剛到了 然後要不錄一期視頻吧 然後我那一期就煮了一包雞肉炒米粉 還有一包牛肉炒米粉 但因為量比較多 然後它又比較重口味嘛 然後我就沒有吃完 大概還剩了半碗的樣子 然後我覺得剩的比較多 就沒有發那個視頻 那個時候炒米粉沒有現在那麼火 但我那時候吃就覺得真的 就米粉也太特別了吧 真的很好吃 三年了 真的快過去三年了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畢業季 因為論文的事情就是 學校家裡兩頭跑 現在又到了畢業季 每到畢業季的時候 被論文折磨的學弟學妹都要揮發出 翟天玲你睡了嗎 我都還沒有睡 你有什麼資格睡 天啊 我那個時候是18年畢業的 翟天玲事情是19年發生的 逃過了一節 現在底下有點牛了 冷掉了冷掉了 冷掉了 你也是16分鐘 你不斷弄嘗 睡著挑釋 我還是想吃了 你不斷弄 你不斷弄 很不斷弄 你不斷弄 你不斷弄 我會沒有吃 你不斷弄 你不斷弄 明天啊 底下有点油 很大敢吃 做一块 我刚刚就突然想起 我作为大四老学姐 就有在学校里面录了几期视频嘛 那个时候大家 我看评论区里面有说 想看在学校最后一天的Vlog什么的 但其实那一天真的特别特别的忙 我们寝室就是想毕业的时候拍几张照片嘛 然后就请了外面的摄影师帮我们拍了照片 但因为大家工作啊 还有各种事情 就没有空 就刚好把拍照片那一天 放到了我们离开校园的那一天 所以就大家学校的最后一天早上 一大早起床 我们就在学校各个地方拍了照片 中午去我最爱的新食堂吃了麻辣香锅 真的我要哭了 然后吃完饭呢 我们就回寝室整理东西 真的是大包小包 超级多东西 我跟鲍哥一起就去的那个动车站嘛 但我们俩东西太多 你到最后就是差一点赶不上动车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那个空调有那个租赁的 多少押金的嘛 老包付的 然后我们连退这个空调租赁费的钱 都没有时间去 然后还是拜托隔壁寝室的同学去弄的 但其实还好了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聚了 我结婚的时候也请了我三个室友当班 有点冷掉 可能有点腥 我把这个上北吃掉 把这个生蚝 因为我刚才吃的最后第二个 感觉有点腥 因为它有点冷掉了 咬到的就是有点心 拜拜